大家好 我是五仔 這一節又跟大家說一些 跟你們生活息息相關的話題 請大家給個like支持我們的廣播 今集說什麼呢? 各位網友大家好 很多人特地走上去打骨 令香港的骨牆沒了生意 拍攝了呼應 近期也有很多人 特地走上去 都不算新鮮事出 忍了那麼久了 走上去打蛇骨 有人說 你香港當然不行 你看看內地的女人多棒 說到現在有些新型的買人模式 究竟是怎樣呢? 我們和大家一起看看 請大家給個like支持一下 香港骨牆沒什麼手作仔玩? 當然啦 人又少,質素又差點 在內地地大蜜薄 隨便找一個牆 已經堪贏了你香港 說到價錢更加疑人 近期我看到有很多人 轉去其他叫做 普通中型牆 不能夠叫大型牆 去玩 他們走去這些地方 看看究竟 有些什麼地方 有些手作仔玩 有些人說 可以玩到98 有些人可能不明白 在內地有很多術語 有些什麼 92、95、98 然後 進入什麼一國兩制 當然這些術語 為了逃避 因為大家都知道 內地賣淫嫖娼 是不合法的 9月1日開始 已經草耳一個新的修例 再嚴重 各位骨友 你們 玩玩玩 記得 小心 不然 一會兒 隨時 無期徒刑 現在說到 判 當然 你有張良計 我有個場 看 其實現在內地的打骨 有人覺得 推介 有個場 都非常 叫做 聖駕比 之王 說得這麼厲害 聖駕比之王 究竟是什麼場 這個場 有人說 普普通通 但有人說 覺得很棒 裡面有很多美食 在羅湖 向西村附近 是不是 這個 這檔 我就不全名 免得 說到這樣 一會兒 玩難了 不要賴我 叫做 友誼 然後有兩隻字 自己猜 這個地方 有些人覺得 很棒 為什麼呢 因為那地方有九二 九二 我剛才和大家說 什麼 九二 九幾 那些分別 其實 有人說 他們的賣單計算 都是說 試過 九百多元人民幣 有手作仔 嘩 九百多元手作仔 其實現在很少開大 那些場 哪些還可以開大 但是 其實 有人去推薦 其實這些場 為什麼呢 因為那些質素高 那些雷的質素高 應該 現在那些什麼高質女 都跑去做直播 還會出來拋嗎 是不是真的 其實 現在內地 有很多新式的賣淫模式 還要是非常之划 等你們還走上去那些 斜骨 九二九五九八 現在沒有九八 我說了這麼久 九二九五九八 可能還有些人都不知道 什麼來的 九二 幫你起個機 九五 用口來吹 九八 什麼都是 簡直什麼都有 那價錢是怎樣的 我就不知道 因為我沒有幫襯 這件事 可能要靠你們自己去摸一下 但是剛才我 現在 近期熱烈 很多人都在討論這間 這一檔 他說 有九二共識 有九二玩 九百多元 有人就說 姑娘仔 非常之正 正啦 也有看到 其實他最貴的項目 就是泰式美顏 差不多五個油 人民幣 有人就說 什麼來的 那些大堂經理就告訴你 包你舒服 總之舒服 大家都忍忍悔悔的 在這裏自己猜一下 可能就 油情掃股 然後 歐荔枝 那些 那些 OK 當然 有人就說 這一檔 其實都 貴的 說回起上當年 他說 那時候 很多 在2010年打後 有很多知名的骨牆 應該有些手作仔玩的 例如 什麼 海燕 幸福島 桃花島 八兩百元 全部都有制服 更加 可能 人們開始蜂擁而至 一五年 就不停加價 後來 不用想 一次過 玩到沒什麼玩 全部 都已經加了價 就沒什麼玩 好了 當然 有人就覺得 你沒什麼玩 其實不知多少 我告訴大家 在內地 其實很多 玩的 所以為什麼 香港真的比下去 現在說到 那種新型賣淫模式 你還要找到 女大學生 陪你玩 過夜 一晚 三百元 三百元 找一個大學生 陪你過夜 嘩 是不是真的 是啊 在內地 現在都瘋傳 這種新型的賣淫模式 就暴光了 這個模式 就是每晚三百元 超低價 吸引你去 提供一些比較高質的大學生 為什麼會成為熱議 因為很多人是從這個道德底線的角度去看的 那 現在出現了什麼問題 有人就說 喂 不是每個人都去做抖音直播主嗎 又說不用搞那麼多東西 讀完書出來 有些人說 要什麼讀書 全部都花錢去搞 搞電商平台 就行了 帶貨就行了 找到食 當然 其實現在內地出現了另一個問題 就是很多年輕人說到很難找工作 而這班女大學生最快容易賺到錢 當然是賣淫 所以告訴大家為什麼 現在那種三百元一次 女大學生 這種新型的賣淫模式 嚇死你 叫做女大學生 這些就是私底下交易的 所以 去到這個位置 你想想 香港 你怎麼搞呢 所以你近期就找一些日本AV的來搞 說到 接近40歲的日本AV女優來香港賣淫 但是你內地那些 看到說 全部剛剛畢業的女大學生 新力軍 年輕人 三百元 你那些六千元 不得了 等你其他香港人還說 上去打個手作仔 九二共識 埋單計數七九有 剛才我說 四百九十八元 泰式美顏 裡面是古靈精怪的 古惑東西 那些什麼夏威夷風暴冰上巴黎 那些學名 你喜歡那些古怪的 他不會寫得那麼白給你的 那 冰上巴黎是什麼 有人就說 那就是含著冰在你身體游走 夏威夷風暴是什麼 就是波推 這些東莞 已經是說 那時候東莞那些沒有了 這些東西 在早前有了一段時間 用洗手間 也很變態 玩到oral 也很業生活 什麼都出了冰火 怎麼從天 都去了 現在的模式 改變地底 不能設計表明 不可以出事 所以 也加上 社交媒體 所有apps的方面 因為他們可以通過社交媒體不同的平台 匿名發佈 所以我之前也說過 他們有一段時間台灣是叫做送茶 但是現在內地叫做做車 更加上車更加教車 有些說教車師傅 用教車師傅來說 很厲害的 很多這些古靈珍貴的 所以有人說 你不怕你找不到 最怕你沒有心想 你只要有一點點心機捏下去 其實你真的可以抓到很多很多 叫做新型的賣淫方式 這個當然沒辦法 經濟不好 現在說到他們成為內地社會賣淫的主力軍 當然國內方面如何打擊 是另一個問題 所以你不仇 當然很多人試過 剛才我們說的那些場 還有九二玩的 很棒的 有人說那些場還有沒有九五、九八玩呢 其實現在疫情之後 通過關之後 我一直都跟大家報導過 這件事 九八場已經沒有了 沒有人這麼大膽做九八 那時候很猜測的 聽聞那些房子全部掛毛巾 有些好像說什麼 總之有遮蓋 遮蓋玻璃 你看到的 全部上去那些 那些時候全部都開大 很多都開大 很便宜的 那些開大聽聞 那些幾百元就有得開大 你不同的 東莞場 東莞那時候 不過那些過夜的 八舊水過夜 好像說 那不同性質 現在年九五 幫你擔任的 都沒有了 始終怕查牌 其實你自己也擔心 那些人在外面 嘔嘔嘔嘔嘔 然後突然就想要看你做什麼 或者嚇到什麼都縮 真的 有人 這些場 埋單計數 連手作仔 都在說 現在說的 街價 內地的骨牆街價 九二場有東西玩的 都是說 五百多元起跳人民幣 所以 其實有人說 你不是的 你現在香港的 一流一 有些都是說幾塊油 樓上骨 埋單計數 都好像便宜過內地 但始終是年輕 如果你聽我現在說 這麼多女大學生出來 拋的話 真的隨便吸引到你上去 當然 這些犯法事 我不建議你做 打個正骨就算了 隨便咪咪摩摩 那 還有 有些人其實都很想 不過有人說 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我叫做 很多年都沒有上去打過骨 那時候 有人說 上去打骨 要登記那些回鄉證 那 現在都原來重要的 尤其是過夜那些 大家真的要小心 是啊 當然 每個場 究竟又要簽多少小費 現在 剛才說的那些場 就不需要小費 那 去到這個位置 大家都開始 哎呀 好正啊 對吧 當然 我們之前說的 又有成中村 另一種 就是上滿 那些 現在的上滿 apps 打骨上滿apps 甚至乎有什麼 之前的廚門 清潔 各樣那樣 更加 近期 內地媒體也有報導 就是用一些 叫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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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犯罪機站 遊走各大賓館 更加用手機 做短訊 發布賣淫訊 叫做 發射機站 發射機站 他們怎樣去做 這件事 我們一起和大家看看 在上海 原來 在上海 試過 有些賣淫集團 利用手機 拿著 一直查 這些都知道 因為那些交易軟件 可以在不同的公里範圍 那些 附近的人 類似的 他到處遊走 他不停留下 他的腳印在那裡 然後人們一按 發現有這樣的東西 就會聯絡他 然後 只要 這些 所謂的 雞蟲 看到之後 按下去 需要安排妓女 他就會送妓女指定的地方 提供賣淫服務 說到內地警方 都已經 發現他們這一招 一路開車 一路發放 這些 賣淫消息 他們當然 拘捕了 近期破獲了 所以 現在 出神入化 是不是 只是 你打算去玩 只是想去骨牆玩 真的不需要 但是 你們自己小心 這些 看得到 內地警方 公安 很容易 破獲得到 那裡說 他們原來這一種 賣淫方式 是多少錢的呢 怎樣 通過短訊 發放 摩托學生上門 打骨 吸引酒店住客 每單收費 八九至二千 非常厲害 而那些賣淫女子 中間抽水 二百至三百元 另外 負責 拿著這些麵包 黑車的司機 還有三十元至七十元的水腳 其餘 就是他們 背後 操縱著這群人的工作人員 分帳 在上海也有很多 一次過 拘捕了二十九 二十九人 不是二十九幾人 二十九人 所以告訴大家 你有張良計 我有個場提 兩邊都是 無論 暗的那邊 公安那邊 都有不同的玩法 大家有時候 聽完這些事情 就只有一個知字 以身事法就不要 這些事情 有人就說 現在是否足足 我上網 有人就說 都算了 都算足足 其實女子也上去 女子也上去 有九二九四 九二九五九八 一樣都有 不過我不是女人 我幫不了 我看不到這些服務 所以你不要問我 但的確 真的有很多香港女士 都說上去有東西玩 這件事 自己去尋一下 希望大家上去北上 喝咖啡 咖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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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骨 其餘那些隨時 拘捕你的 真的 斷正 現在說到 無期徒刑 想起我都覺得恐怖 嘩 真的隨時失敗 沒得回來 好 除非你想到上面住過 今集先說到這裏 下一節再說 拜拜